好,各位大家好,Dixon Biology 去到自己的频道里面,自己都非常喜欢的 就是PPJPP 那为什么PPJPP我自己那么喜欢呢? 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真的做了2022年的话 其实Dixon就已经做了11年题目了 其实在11年题目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翻炒的 但是呢,都见到同学的答对的百分比呢 其实都是偏低的 所以其实呢,这么多年的试题里面 整体有11年了 如果真的像Dixon Biology那样 10年的DSC的试题里面 完全是很充分的了解的话 其实拿5,其实真的不难的 拿4,拿5不难的 但问题是,你也可以看看PPJPP系列的百分比 当中的1A的情况 其实呢,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少于50%的MC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首先说了头的18条 先头的18年 这年是2022年 其实呢,有很多同学都问 喂,2023年有什么提示给大家 那么,其实呢,近年PASSFAPER的趋势是怎么样呢? 其实呢,就是整天都问考生一些不懂的东西 那么,不是隔年去问 是每年都去问 问到你识为止 还有,你都会见到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 就是MC就会转Long Crack Long Crack有时候就转到MC 所以,其实呢,宁愿就是1C的时候 熟到PASSFAPER 那么,当中里面呢,都可以帮助到大家 掌握到考试局的出题的方向 还有,真是那个作答的技巧是怎么样的 那么,希望呢,头的2分钟里面呢 让大家掌握到PPJPP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呢? 原因就是因为 一大堆的PASSFAPER 还有,下去呢,很多时候呢 都有同学呢,就问 啊,会不会by topic 这样做啊? 那样,by topic 有by topic 好说的 但其实,近年的DSC事题呢 是在考试你一些跨课题 OK? 和一些跨课题的应用的层面 所以,其实呢,我就自己喜欢by year 的去到后期 原因就是因为 混合一叠去看看 究竟课题和课题之间的关联 但是,如果你有些很specific的课题 例如,生讨学每年都出的 基因呢,每个的考生有一半或以上的同学 都觉得很难的 那你觉得那些课题 转络转络很难的话 你便尊重by topic 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moment里面 by year 这样 慢慢地累积那三十货里面的要点的话 我自己的层面的理解 会这样会好些的 OK?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PP JPP系列的1A MC 首先第一件事 第一题,我觉得是2023年 Long Crack 的大液 就是细胞膜的结构 和分子的性质 OK? 那其实通常我们呢 就是要答到什么极性 跟着就是那个非极性 OK? 你又要掌握了 细胞膜的结构 OK? 有些轮脂双层 又有些通道蛋白 载体蛋白 那我们直接穿过的轮脂双层 所以当中里面 你一定要掌握到 第一条里面的答法 这里我就提醒大家 那接着去到第二题 其实第二题里面的理解层面 其实都要求挺高的 OK? 那讲解的时候 都要讲解一段时间的第二题 所以第二题里面 A加C等于50%的概念 OK? 第二题题目 我也觉得有机会是会再出的 OK? 那接着去到第三题 第三题 其实A年代里面 已经非常重视 慢得已的实验 以及掩饰体的活动 OK? 那个过程 掩饰体的活动 究竟有些什么 可以配合到的 所以当中里面 你都会看到第三题 咦? 35% 那这条题目 如果我真的要温的话 我都要听听 讲解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 大家可以吗? 那接着去看看 第四题 第四题里面 就是快速知道 验饰体的数 其实 由会考年代 到DSA年代 都是问分裂验饰体的活动 Dixon 怎么记 就是DLS 和DPLSLS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有斯分裂的DLS 是和减数细胞分裂的 一头的D 和最后的LS 的染色单体是一样的 但是 那个 遗传的差异 是出现 例如 同源染色体的 非子母染色单体互换 和 独立分配事件 其实 下来就是 第一次的 减数细胞分裂 所以 如果你真的 要掌握到 有斯细胞分裂 和减数细胞分裂 一定是要 着重中间的 第一次的 减数分裂 里面 发生什么事 所以 其实 头那四题 我真是想告诉你 一样 其实 一向都是 同学 理解得 不是太好的地方 竟然 你会看到 在MC 里面 呈现出来 接着去到 第五题 你又看到 百分比很低 细胞分裂时 染色体的排列 和活动 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条题目 就refer 到第三条题目 你看到百分比 都是偏低的 所以 去到 细胞分裂的课 里面 其实很多同学的理解 大家究竟 能否理解到 Dickson 就是过去 在achever tips 里面 就是用DLS 和DPLS 去理解 所以当中 你问回我的话 头的 不提 都是2023年 里面 非常之大热的 题目 下去 大家要小心处理 接着 到第六条 第六条 也很难的 我想告诉你 原因就是 问你单两箱身 和二两箱身 给你一些 data 这些图 过去的十一年里面 十年里面 没见过 但当中里面 问你哪个特征 最受环境 因素影响 很明显是 考虑你理解的沉面 但是 你说有没有出过 赢了七年 卷利事件那时候出过 所以 为什么要你熟读 Power Saver 就是这样 所以 第六条 2017年 由LongQuack 转到AMC 问大家 留意 讲解 接着 就去到第七条 第七条 就是说 亲缘关系 我觉得 有很大机会 今年 都会出场问题的进化树 过去 有问过 例如 骆驼 那些出幅地图给你 然后骆驼 你旁边的情况 有机会真的叫你 挖进化树 以及说说亲缘关系 你记得 也是那句说话 亲缘关系 那幅图 挖进化树 那时候 你要考虑那个时间 过去 Archiever Tips 里面 都有讲过这个概念 这次 就是AMC 所以 你都会看到 过去Dickson 在Archiever Tips 里面 其实都是中的 OK 真的中的 所以你又要留意清楚 好了 接着去到第八条 第八条 又是问得很新穎 其实 你会看到 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 不是 第九条 第九条才是新穎 先说第八条 分解者和生态掩体的关系 其实过去DSE里面 都有问过 例如在泥土里面 那个淡的变化 淡的含量 可能给一些草本植物 和木本植物里面的需求 那个需求不同 如果你矮小一点的草本植物 需要淡很少 所以就会 一把声地生 所以 当中里面 其实又是这些题目 就是Long Quack 转回做AMC 接着呢 第九条 我觉得是真的有趣的 就是一棵树里面 有AP ABC的物种 都是吃那些树的昆虫 这条题目是出得挺特意的 就是不同物种 在同一支源 就是同一棵树里面的去向 OK 这个情景 我觉得大家都值得去看 接着去到第十条 第十条 就是找关系 其实找关系的那些线段 例如 暴食 竞争 骗利共生 互利共生 那些寄生 那些Graph 过去讲解AMC的时候 有讲过的 OK 大部分的书 都是讲竞争 讲不竞争 接着就讲暴食 接着其余的关系 没有讲到的 OK 但是如果你有看回 国内的大科书里面 其实都有讲过那些图 其他那些寄生 那些图是怎么出的 过去AMC里面有没有出过呢 过去AMC里面有出过的 所以这条题目 都是一条翻炒的题目 OK 这个就是 由第六条 去到第十条 大家要注意的事项 所以 去到这个层面里面 你觉得 Dixon觉得 哪一条题目 会再出的呢 我觉得 头那五条就讲 我觉得 头那五条 全部都是 然后 如果你再问回我 我觉得 进化树 我觉得 分解者的生态 演体的重要性 过去PowerSaver 有讲的 我觉得都会再问 对不对 还有 你觉得 我觉得有趣的 就是 同一植物 同一个资源里面 不同的物种的去向 我觉得都会再问 所以这里 大概 看回大家 OK 头那十条 好了 接着呢 就去到第十一条 到第十一条 开始问一些呼吸作用的题目 这些 以前 其实就是回考年代 问过的事情 OK 这条题目 是问气压 OK 所以 情况 大家又要掌握到 有机会是Long Quack 会问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实验题 又有机会 去问你 气压的变化 情况 因为这条 其实你看到 不是考得很好的 测试二氧化碳 就用这个石灰水 科学探究的情况 不过 最有趣的地方 我又觉得一件事 未来 2023年打后 其实落到都很重视 第二十三条题目 就是 究竟你有设计资料 在图表里 有个表里面 你拍了些资料 你怎么去表达资料呢 过去大家 就好像没什么 我怎么做SBA 所以落到其实 就不跟SBA 事的 我觉得 其实SBA 相对来说 可能你做一两个实验 你又要学习 这件事 其实 不是这样学的 对大家 OK 所以我只是觉得 一件事 这条题目是大业 但问题是 大家一定要 alert 其实Data 里面 怎样去表达得最有效的 所以2023 我觉得这条题目 是会再问的 OK 接着第十四条 就是缺氧呼吸的问题 就是酵母 二氧化碳 究竟在哪里产生 就是其实在问 发生的地方 发生什么事 和产物的命运 Dickson 又是中的 但又是考决都不好的 因为其实为什么呢 他问得很仔细 二氧化碳 在哪个位置放出来 OK 真的问得很仔细 你看到DXC的题目 但是过去讲解的时候 都有讲解过的 OK 所以其实 第十四条 如果我画一条 环线 我觉得哪条题目 会再出呢 我觉得 那个 气压的问题 会再出的 跟着图表的表达 会再出的 OK 酵母那些 二氧化碳那些 间中可能点缀一下 但是过去历界MC 我也有做过的 OK 这个就是偷11至14条 OK 接着哪条血管二氧化碳最多 那就翻炒的 真的翻炒的 OK 过去的long quack做过 OK 所以其实 懂得做的 接着 Adaptive Feature 大热的 未来的题目 都很有多 这些 给一些图理 给一些显微镜图理 看着幅图答的 所以这条题目 2023年 都是大热的 接着 有些生命点的题目 如果听我的讲解的话 平时有继续开跑步的话 下去的心跳带 下去有一些弹性的操控带 其实现在都有人戴的 我的CNC者也看到有戴的 但是这个问题 戴着胸口不太舒服 不过他就拿回这些东西 那是比较生命点的 其实问极都是问你 换气的动作 和图里面的传识 所以 去到头的15题 18条的话 我觉得第16条 有大机会再出 不过当然 未必问气体交换 可能问其他的图 可能问一些植物的图 OK 有时候大家 就要看着清楚 这条题目 知道要作答 而当中里面 2023年 我就问了根毛的情况 所以这里 就要留意清楚了 这个就是 头的18条的分享 好了 接着就去到第19条到19、20条 19、20条 心脏的问题 其实不是答得很好 但问题是 因为真的转了个问题 文化 下去拿个故事 你是红血球 你去到哪里 叫你估 但其实下去 舊走新平 都是问你左二、右三、中半月 你看完这个故事之后 你知道你在哪里 你就猜一下自己在哪里 其实那个想法就是这样的 20条 我觉得是有机会再出的 OK 20条 因为这个心脏病里面 看到出题的人 他真是心思熟虑 去想清楚 那个路径 会不会比正常 是偏离了正常路径 这条题目 我想告诉你 今年的MC里面 你都会看到一件事 MC的题目 开始有些变化出来 所以你问我的话 20条 OK 那个 长题目 有机会是会再出的 OK 就是那个心脏病的情况 OK 接着去到21条 其实问来问去 都是 问血管那些血液成分的话 一定是会问肛门植物的 对着肛门植物的情况之下 记住一件事 当你做那些血液的成分的时候 然后呢 心脏两粒狗屎 就是肺 上上落落 画一些器官出来 然后猜一下那些器官又在做什么 当中里面的做法 Dickson就是这样做的 OK 所以其实呢 问极 就是问你肛门植物 但问题是 问极都是少于50% 真的好奇怪 所以就 有个循环系统的成体观 Dickson就是这样想的 OK 接着就肛门植物的描述 不知为什么呢 答得以上低 所以肛门植物的 这两条的题目 看看去吧 OK 好了 接着就是关节 如果你问我 今年我觉得大叶的题目 的long track 有机会是关节的 我觉得真的 因为很多时候 好像很久没有问过 还有那时候 就是前几年是奥运 奥运等了很久 都好像没有那些奥运的题目出现 期望好像去年有 但去年又没有 问极都是问你 健和人打的分别 但这条题目呢 他问得好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关节 究竟由什么组成 其实呢 都是要让同学仔去认知一件事 其实他出题的背后 他会觉得那些同学仔 只是硬知识地读书本里面 那个关节究竟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 图里面 看到些什么 但是你其实这本书里面 就没有告诉你 关节究竟有些什么 所以其实有时候 也是考虑你这些理解性的东西 那就 黄斑免病殿 会考年代问过的了 那下去又是翻炒的 OK 所以其实很多翻炒东西 只做MC 看着Dixon Biology 听着Dixon Biology 听到几年的话 你就会知道 翻炒不翻炒的了 OK 那么生长数的实验 很久没有问过了 所以我觉得2023年 都是一些大业的题目 是问生长数的实验的 OK 跟着就是微组 今年Dixon 就在生物室里面 养微组 当中里面 其实都是想去减 双碳效果 减碳 OK 那下去的情况 就是大业中的二氧化碳 打下去 给微组促进去造人光合中 但当中里面 他就真的出了 2019年里面 最难的一条MC 那幅图 所以就是想告诉你 一样东西 你就算死瘟书也好 你是找不到中这幅图 你是要做MC 你才能够中到这幅图 所以当你去处理这些MC的时候 我只是这样跟你说一件事 究竟你MC 11年里面 你熟不熟 真的很熟 你看到我专业做 讲解这个MC 为什么要每题讲解呢 原因就是因为 你要每题讲解 你才会掌握到 其实出来出去都是那些东西 所以 读拜科其中一件事 又要努力一点 又要思考多些 这样的情况 OK 这里就是第26题的分享 第27题的分享 就是问你那些变项处理 其实说的也是说那些 实验的思维 目的 指边控制变项 控制变项 最深都是假设计的 其实 答来答去都是一些科学思维的题目 所以你又要留意 接着去到28题 就是那个角质层 那下去 重点 在于主要 看清楚这个题目 答 答得都很理想 八成多的同学 接着就问你 物质由木质部 经过气孔离开 那下去 最重要的是 那个Long Quack 是怎样写的 OK 有时候读植物的课里面 常问的精藤作用 但问题是水都要怎样走 大家又要留意清楚 好像今年又好像出了的 接着 最高的精藤速率 留意应变项 又是实验题 接着又是如何打到真正的自变项 就是针对实验目的 但是 你都会看到 在实验题 都是不是做得很好的 所以其实 当你去处理一些 的MC 那时候 其实你在书博园里面 其实你真的学不到 你唯独是 只有一件事 学科学思维的话 其实你问回我的话 其实 不如 听多些人 去怎样去理解这个世界 OK 那你就要模仿一下 那些人的思维模式 反而可能才是 学科学探究里面的 其中一个出路 反而如果你只是 哎 死做实验的 其实你不知道 怎样想 亦都不知道 怎样思考 所以其实有时候 科学思维里面 你问回我的话 不如 换换第一个角度 听一下一些成功的人士 或者一些科学家 其实当他设计实验 那时候 在想些什么 其实整个考试的题目里面 很多时候 都是有一些陌生的情景 但当中里面 出题的那个 其实就是 是企图用一些的 question 去 勾回 告诉你 其实那个人 怎样去设计实验 和怎样想 所以其实在教科书里面 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例子 其实 主要教科学本质 其实都是有个content base 就是有个内容 不是说 空泛地去说 喂 这样做实验 要找个自变项 找个应变项 那样 其实 当你有个科学思维 那时候 其实 你真的做下去 那时候 你会 知清楚 怎样找个自变项 怎样找个应变项 怎样做个conclusion 其实 到他的生物里面 其实 应该是教 和 你们要掌握的 就是这种思维 OK 不过我只是用了第二个形式 例如我通过 十一年的题目的形式 去教大家 就是 大家都是 实际点 应付你的考试 因为考试真的 背后里面 在想着这些东西 在这里提醒你 接着 就去到 第二十二 如果你有看过 Dixon Biology 过去的 AMC的 讲解的话 其实 都有同学 反应 对啊 这条题目我中 那为什么我中呢 因为我讲过一件事 就是 记得 当你去吃水果的时候 想想水果是怎样来的 有果的 即是有花 让你再想多一点 种子 可以曾经 画过幅图出来 去讲解 那只橙是代表 怎样怎样的 有同学 都记得 过去的Path 3 牌里面 是讲过那只橙 那就搞定了 64% 是不是 然后通常都会问你的 哪个基因组合 一样 哪个基因组合不同 问来问去都有一件事 但是只有33%同学 而已 因为对于植物 大家同学已经很难理解了 在基因的范畴 就更加理解 两件事拍在一起 没麻烦 所以这里 你只是找有花植物的伸植 你只是找人类的伸植 是没用的 因为是要留下基因去问的 这些题目 过去问过的 下来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 果肉的功能 下来到最后的就是 渗透实验的水位变化 渗透实验的 渗透实验的 如何去写 留下来留下来 还有是置变项 控制变项的处理 所以中观言言 整版里面 我用盈光笔帮大家 首先 首先第一件事 有哪些题目 会出呢 我觉得是心漏病 我觉得肛门植物 你又要去理解那个情况 因为常问的 关节我觉得是long crack 跟着就生长数学实验 我觉得是long crack 我觉得 我自己今年这两年做微组 我觉得微组这个议题 都会再出的 就是减碳的情况 OK 跟着就是 你看到就是 那个实验 那一堆的实验 OK 很多的实验 你是要留意的 你看到我这样 用盈光笔帮 都有1 2 3 4 5 有5条题目 都是实验的处理题目 OK 所以如果你问我 大热的题目 那个的情况 就是上面 210 310 那些 跟着还有一些实验 一定是必出的 实验必出的话 如何去处理呢? 就是刚才Dixon 教大家的科学思维 大家就要掌握了 对不对? 所以希望PPJPP 是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频道 因为其实就是 主要想告诉大家 做完一年PP 之后 再做多一年PP 的话 慢慢把知识去累积 慢慢去累积 一些错误的经验 去吸收 做完 就是Dixon Biologi 希望想教大家的 一件事就是 可能是除了Power Saver 之外 除了Bio之外 考完DXC之后 其实学习就是 不断去思考 反思 错误 然后慢慢去 将一些经验 好像Dixon Biologi 那样PPJPP 重组 归纳 然后再做下一年的 就越做就越顺 就是因为 有很多真的 翻炒的题目 ok 因为 过去那四十年里面 又会考A-level 去到DXC的十一年 经历了 都整四十多年 ok 但是当中里面 其实知识 没有一点变道 ok 科学的思维 着重了 所以 文化 就会倾向就是这样 你掌握到的话 其实拿到四位以上 真的不难 等大家的好消息 希望大家拿到 Level 4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ok 希望今天 PBJPP 1A的202年 可以帮到大家的手 拜拜 加油